我未来 大家好 欢迎收看古海飞扬 那么昨天指数跌 今天来到周末指数继续跌 而且今天看起来比昨天还要相对的弱势 最后是跌了116点 跌了116点 说在今天的最低 那我跟你说 你应该去找机会去买股票 你敢买股票吗 不敢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每一次你一直看到指数跌的时候 你就开始不敢买股票 看到指数一直涨一直涨的时候 不管他37 21追了 对不对 没有风险意识的就是追了 其实真正危险的时候 不是指数跌的时候 因为指数跌的时候 大家都跟你一样 不敢买 不想买 再看一看 等一等再说 那那个时间点反而是一个慢慢慢慢相对要找寻一个有机会的时候 可是一般人 不敢买 也不会想要买 没有卖股票就不错了 还买股票 对不对 可是当指数连续涨 连续涨的时候呢 大家都在想 我要买什么 我应该买什么 那个还能买吗 那个还能追吗 可是那个时候往往什么 比较风险比较高 这种概念其实我现在讲 你接受 可是当你现在身处于在这种环境结构之下的时候呢 你就是不敢买 对不对 那怎么办 你又说你要赚钱 你说你想要赚大钱 你说你过去真的赔不少 可是 来到这个当下的时候 你的思维逻辑又偏偏又回到过去 那怎么办 所以我车标写什么跟昨天一样 对指数来说 就像海水一样 潮起潮落 平常心看待 你那么在乎他今天跌116点 那如果今天是跌150点呢 你是不是更担心 涨跟跌 上礼拜在涨的时候 你也开心啊 对不对 你心情很放轻松啊 这礼拜跌的时候呢 你又开始紧张害怕 怎么心情可以起伏这么快 那是不对的 那代表你不是看一个中长期的一个趋势 你的股票 你不是用一个趋势的角度去看待它的话 好了 今天跌100点 你的股票有没有跌 有 那请问一下 你今天心情还不好吗 不会 为什么 你看的是一个趋势格局 这个概念我昨天有给各位 有没有 第二句话 当你顺势而为 做股票 当你个股你是顺势而为的时候 你买在主底区 然后顺势而为的时候 那真的是真智慧了 大家都在说不能买 风险很高 大盘这边盘一个头部形态 对不对 这些我们都知道了 只是你不是去买指数嘛 你是买个股嘛 对不对 所以问题来了嘛 所以我说你敢不敢买 你说老师我不敢买 我真的不敢买 好那我就请你去了解一件事情之后 你再考虑考虑看看 你听完我讲完之后 你再去考虑看看 就算你只是拿了一层资金 两层资金去买买看 但我都觉得 至少你跨出这一步了 11月下礼拜开始 就算你说老师 好那我就拿个两层资金来买买看 也无所谓 至少你终于做了一次 原本你不可能去做的动作 可是在进入下个礼拜之后 进入11月之后 你竟然去做了一次 那代表什么你知道吗 那代表是 至少我说服了很多投资本 让你们理解了 其实会赚钱的人 他就是去做了一些 他过去不会去做的事情 那一件事情居然是对的 但是我要让你理解 为什么可以去做 为什么值得去做 你不能乱做 那如果我认为这个指数 这个行业 这个市况 就是很糟 糟到已经 你真的要先退场 那我不会跟你讲说 你要找机会 在下礼拜去找机会 可是问题是 目前不是那个状况 但前提还是要怎么 你还是要挑对股票 你还是要挑对股票 因为有些 有些标的位阶不太对 你买到那种位阶不太对的 你可能要承受什么 修正的风险 那所以你要买来什么 位阶你还是要挑一下 还有第四季 等于就到明年的成长性 趋势向上是确认的 你才能去出手 那这些标的你不用担心 我们都已经有 在手上都已经有 有掌握住了 所以基本上我要你先了解 是为什么可以买 那为什么这一次 下礼拜进入11月之后 你真的要去做一次 你过去不会做的事情 那这一次 偏偏就是成功的那一次 你只要跨出这一次 而后你就会一直这样做下去 那你整个习惯 就整个调整过来了 懂了吗 其实我做节目有的时候 我觉得我一直在调整 大家的一个坏习惯 把你过去 其实造成你亏损那些习惯 扭转过来很难 但是至少我想尽办法 让你去扭转 你只要做一次 赚钱成功了 我相信你的习惯就改变过来了 那到底要了解什么 昨天我已经讲过一次了 今天我再做一个说明 昨天没有看到节目的 我今天再做一个说明 利用假日期间 你有看到我的节目的 你去理解一下这件事情 它的一个相对 相对应的关系 我讲了指数第一句话 潮起潮落 你平常心看待 来 过去7月份到10月份 7月份到10月份的 加权指数长这样子 严格来讲 你真的觉得它有大 它已经有在大涨吗 没有啊各位 严格来讲进入8月之后 进入8月之后 到现在10月底 8月大概在这里附近 开盘的嘛 10月底在这里收盘 在这里开盘收盘 这三个月以来 开盘收盘 没有改变什么 大的改变有没有 所以这三个月的时间内 加权指数 潮起潮落 潮起潮落 很规律的上上下下 回到原点 很有趣 这三个月 等于指数白走了 没有走 那就是每天 那种潮起潮落一样 像海水一样 可是在这个潮起潮落的过程 这三个月中 做个股里面 你在这上次贵的挂牌的公司 个股里面 哇 很有趣啊 对不对 所以你看 指数这三个月来 什么都没有变化 对不对 但是你说没变化 那事实上内容是什么 曾经有跌500点 曾经有杀800多点 曾经这一波跌480 这一波跌870 那这一波到今天又跌多少 将近快500点 很有趣 可是反向去思考 跌800多 它也涨800多上去 对不对 跌480 它也涨了480上去 跌830 它也涨了830上去 你跌540 我也涨540上去 过去三个月 重点是什么 每一趟股票都一样 这是沥青 7月份开始 这个周期 跟这个是相对应的 7月份在这里 指数先上去 有没有 它没有涨 所以如果你按照 按照你们的想法的话 指数在大涨 这个股票没有涨 所以这个股票是烂股票 没有机会的 连看都不用看它 一般人是这样思考 那反应 反过来 现在指数在跌 你又开始 现在不能做 现在怎么样 真的不是这样看的 指数跟个股之间 你要把它稍微有点分开 这两句话 个股是顺势而为 而且是在足底区买进 然后顺势而为 在顺势而为的过程中 难免会被大盘指数 潮起潮落的格局里面 去干扰它 但是你怎么干扰 我的趋势既然向上 因为我足底完之后 我向上了 那就就是向上了 你干扰我 短线被你干扰 被你指数干扰了 可是我终究还在创新高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我讲的 为什么你一定要怎么样 足底的时候去买进 所以你8月底 9月初 8月底9月初在这里的时候 指数在8月底 9月初在这段时间 有没有曾经重挫 有 有没有大涨 有 有没有重挫 有 你尽管做你该做的事情 在那个过程中 8月底9月初 如果你因为看到大盘这一段 杀800点 这里杀480 所以你不敢做 你错过了60% 这一段 它压回 9月中下旬这边 中旬开始 有没有 9月中旬这一波 指数有没有下来 跌870 这一波下跌 有没有影响到这场股票 有啊 它下来休息 有没有回来原点 有啊 那你在想什么 我不知道 但我们在买股票 一旦逐底完成之后 向上确认上去了 那逢拉回 你就是要找机会 因为趋势确定向上了 那如果它的趋势向上过程中的 回来修正只是因为被指数影响 那你更要确定找机会介入 因为它的回来修正并不是因为我这家公司 我的未来的财报数字 我们当初布局它的未来的那个题材 那个财报的数字的因素消失了 不是 它的回来修正是因为大盘不好 所以回来修正 可是它本身的财报的趋势向上格局 没有改变 你懂吗 那上涨的条件没有改变 那中途中断的过程中的修正 因为大盘影响 你就根本不用在乎它 懂了吗 所以你要赚到趋势 你要赚一波段 你要赚大钱 每个人都说 老师我想赚多一点 可不可以 我说可以 但问题是你要这样 你的想法 你要有趋势的趋势逻辑 你要有趋势的大格局 就像我讲的 你今天站在沙滩上 你去看海水 哇一下一直冲上来 一直冲上来 你觉得那个浪 哇风大的时候浪一下 时大时小的 你觉得好紧张 越看越紧张 越看越后退 你后退一直到山顶上去往下看 刚刚吓死你的那个海浪呢 不见了 风平浪静一样 你站得越高 其实你整个格局 会看得越清楚 你一直看每一天 每一天 每一天 然后甚至看到每一个分 每一分钟 每一个小时 我跟你讲 你股票不用做了 你晚上睡觉 你可能都要去吃安眠药 吃镇定剂了 你知道吗 你把自己搞到已经不对了 做股票不是这样做的 你想要赚钱 赚大钱的人 他会每天盯着看吗 他会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盯着他看吗 他会在乎今天是黑黑 今天有没有跌吗 不会吧 因为他要赚趋势 所以愿意赚趋势的人 他会知道什么 那我既然要赚趋势 我不能够在趋势已经成型之后 大涨之后我才去买 对所以怎么样 不会去追高 不会去追热门股 懂了吗 所以会这样趋势的人 他知道 我应该在何时去买股票 在这种位置去买 足底的尾巴去买股票 而且他再给你一次机会 我们还会再买 所以我不管这里买 我不管我这里买 你看 创新高了 结果呢 这里被大盘影响 对不对 这里是不是被大盘影响这一段 可是大盘后来上来了 现在又跑这边来的时候 现在大盘又跑这边来的时候 你看他创新高了 他创新高了 可是大盘下来了 他上去了 那代表什么 他走他自己的趋势 而大盘难免影响到 他的走的过程中影响了他 但是不影响他整个大趋势 因为股票是一家公司 反映这家公司的未来成长 前景 他不是一直在反映加权指数 加权指数只是在反映 整个大环境大市场 那权重比较大的台积电 涨多要休息 指数能涨吗 当然不能涨 所以你问我说 指数这边是不是要休息 我跟你说是 我可以给你肯定答案 指数这边就是要休息 台积电就是要休息 所以我绝对不会跟你说 你放心 下礼拜指数大涨了 我不会讲这种话 但是我可以跟你肯定的是 目前是有些股票它会立即创新高 你不去赚那个钱吗 而且如果现在有股票在这种位置 懂了吗 如果有股票在这种位置 那指数现在在这里 那有股票在这里 那你觉得你要不要去买 我当然要买啊 你当然要买啊 不只是利清耶 不只是我们的利清 印太你看六成了 七月八月这个什么位置 这个什么位置 八月底在这里 指数在这里 八月底 八月底指数在这里 它在这里 你买不买 八月底指数在这里修正 480点 你买不买 对不对 你买不买吗 结果呢 指数这边上面反弹了 它喷出 喷出之后 大盘击杀 跌800点 它整理 有没有看到 对 我也是被大盘干扰了一下 但是无所谓 有没有 我会再创新高 而指数呢 并没有创新高 所以当你仔细去 我要你看的就是 你仔细去看 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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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数这样变动之后 很多股票 一旦已经脱离 足底趋向上了 它就是向上了 哪怕你过程中有被大盘干扰 你都不用在乎它 因为它的基本面 它这一波 它这一波足底玩上去的 那个题材 那个因素 那个成长性 没有改变 那没有改变的话 趋势持续向上 只是你必须接受 我偶尔会被大盘干扰 懂了吗 股市股价是这样子在循环逻辑的 它最后走的不是跟指数走 它最后是走它这家公司的未来 否则如果都要跟指数走的话 那我只要研究台积电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并不是嘛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为什么基本面很重要 为什么我常常讲 我说我们团队研究员 真的要去跑公司 真的要去了解 拿东西回来之后 我们才确定 因为你必须确定 这家公司对不对嘛 那既然足底的对了 而后就是上去了嘛 那上去过程中 如果大盘下来修正 所以我就全部都卖掉 我们全部获利出金赶快跑 不对 你赚不到大钱的 顺势而为 就要靠智慧了 你站得越高 你看得越清楚 你不要一直站在海岸 你不要站在沙滩上去 看那个海浪 你没办法做股票了 你紧张死了 你吓死了 所以 下礼拜要不要买股票 你看这陆海 有没有 7月8月9月9月到9月中下旬 指数 7月8月9月到9月中下旬在这里的时候 指数这一波还涨一波的时候 你怎么都没涨 入海哦 怎么都没涨 结果呢 他脱离主地区 一旦上去确认了 你看 指数在干嘛 他在干嘛 你了解我意思了没有 重点是什么 所以 所以我现在讲到现在了 如果你看不懂 我不知道该怎么给你解释 如果你看懂的话 请你告诉我 重点是什么 重点就是我每天所讲的 一涨股票 一旦足底完成确认了 当它接近足底的尾声的时候 你该买 你就是要出手了 你不是等到 我看到指数已经开始连续大涨的时候 我才要去出手 很抱歉 你已经买不到足底区了 那既然足底尾巴去买的人 那你看的是什么 你就不是看要赚两成三成而已 你就是要看一个 我要赚一个大波段了 那这个大波段可能七成八成起跳 甚至一倍以上了 你的格局就放大了 所以我现在要你做的动作是什么 不是去买这些标的 我现在也不会带我的新客户 再去买这些标的 因为这样不对 对他们是不公平的 而且也不符合我们操作逻辑 上去就让他顺势继续走 那现在重点是 新陈原来是要买新的 正在足底接近尾声的标的 不是买了就立刻要上去 没有这么回事 在足底尾声开始陆陆续续买进 买一次两次 慢慢在一个匣服的区间里面 我们把它买到买好 买好之后确定上去 就开始一波段上去了 你是这样做投资的你懂吗 所以下个礼拜 所以下个礼拜 大盘这边很不好 可是你记得 该出手的标的你一定要买 你说老师我真的不太敢买 就像我刚才讲的 如果你只愿意 你愿意拿个两成资金 去买一档股票 我觉得就可以了 至少我说服你 让你去做一个 你原本不可能去做的动作 那你又说你想赚钱 那你又一直像 用你过去的思维感受 去决定要不要做出手投资 那怎么可能成功 你还是跟过去的你一模一样 看我的节目 我是希望你变成不是过去的你 你要改变 那改变从先跨一小步试试看 你先跨一小步 过去你买股票 可能会买100万买一档 没关系 你下礼拜用20万30万去买一档股票 买什么 我车票有血 一档三开头代号三开头的股票 11月下礼拜开始11月 对不对 指数在下跌 你记得在指数跌的时候 你去买它 你只用两成 用三成资金 你就去买它没关系 你不敢买多没关系 你就去买 因为这一次买股票 你会发现 原来你原本不会做的动作 居然是对的 一个月后 你可能会后悔 当初你应该买多一点 那这无所谓 我们先不要讲那么远 你现在先愿意买就对了 这个标的 五六日这三天 有看完我节目 你真的听懂我在讲什么的 听不懂的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 我就没办法 你听得懂的 你先跨一小步出去改变一次 有这个想法的 那这个标的 我持续开放 让各位来电咨询 那下礼拜 你就去出手去买进 而且它股价很低 在主地区股价又低 这家公司是一个转机成长型的标的 第四季很漂亮 准备好了 去买这桶标的 来电咨询 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商业台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商业台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商业台 掌握未来 锁定非凡商业台 周一至周五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8点到10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 今天这场标的又创破断新高 代号3666的光耀 今天又创破断新高 这个周线你看看 重点是什么 在这个区块起涨的时候 足底足了多久 11个礼拜 这11周的接近尾声 来到7月中下旬的时候 我在节目中 拿了这张字卡告诉你 有一档股票当时我是盖着 我跟你分析了一些东西 题材我都讲完了 然后告诉你说股价当时在这里 真的被低估了 请相信我 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们一起来买进 后来我公开了 它叫什么 后来我跟你公开之后呢 我跟你说它就是3666的光耀 7月30号7月底给你公开 然后你就一路看下去 是不是刚上来 刚上来我就给你公开了 当时距离成本区 16块上下 25%左右 25%左右 第一买点整理的尾巴 后来继续创高 40.6 我叫你买股价被低估的成长股 买在 买在什么 足底的尾身 整理的尾巴 对不对 后来陆陆续续财报数字一个一个进来 一个一个进来之后 你发现股价一直创高 一直创高 中途有没有休息 有 那这个时候已经是什么 已经是进入什么 进入8月份了 你要看指数当时在什么位置吗 当时指数进入8月 指数在下沙 跌了800多点 跌了800多点 它有没有跌 有 它也被影响了 它也被影响了 可是呢 它又再创新高 而且我告诉你 这里我们买进 再买一次 有没有 我跟你讲到这么细节 就是告诉你 你去回忆一下 是不是我刚才所讲的 指数 起起伏伏的过程中 难免影响到你的好股票 可是你的好股票 一旦足底完了 已经确定上去了 趋势上去了 那就是确定上去 它会屡创新高 那它屡创新高的过程中 难免被大反影响 所以你耳后 你发现 大反好像下去了 可是有些股票 一直再上去 那大反再下去的过程中 难免会影响它 让它先休息个几天 可是呢 它会再创新高 大反又没办法创新高 所以一比较之下 有的股票比大反强弱分明 远远的强过大反弹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指数跟各股之间 你要去理解那个差异性 可是关键在哪里 如果你真的想要出手 赚一个波段 你只有一个唯一买点 你只有一个唯一买点 那个唯一买点就是我每天告诉各位的 这种位置 对不对 一路创高 49% 只有在足底的尾巴去买进 绝对对 你要在足底区的尾声的时候去买进 而且那个时候买进 绝对是提前买进的 不是上去才去追的 各位 股票不是用追的 因为我讲了 如果你想要赚96% 如果你想要赚100% 对不对 你想要赚128% 那请问你 你要怎么做 你想要赚146% 你想要到今天可以赚155% 你要怎么做 只有唯一买点 足底的尾巴 而这个过程中 大盘今天已经下去了 它是向上走 创高的 有没有看到 155% 足底的尾巴买一定对 那代号三开头这个标的 低价股 转机又成长 第四季会很漂亮 有兴趣的 我开放来电资讯 你就跨出一小步 来买一点就可以了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拜拜